各位好 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浩逸 近期 以总理防长因战争罪被申请逮捕令 各国反应不一 具体内容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当地时间5月20号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卡里姆汉 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防长加兰特 以及三名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 针对检察官要求对以色列和哈马斯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一事 欧盟国家官员的反应各不相同 法国比利时等表示支持 认为无论肇事者是谁都必须受到独立公正的起诉 而美国以色列则对此不太满意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逮捕令一事令人愤慨 我们将永远与以色列站在一起 反对对其安全的威胁 此前有美国议员警告 针对以领导人的逮捕令一旦发出 美国将立即对国际刑事法院展开报复 相关立法已在酝酿之中 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视频声明 抨击国际刑事法院申请逮捕令 荒谬令人愤慨 反犹太主义 针对整个以色列国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顾问 米德特里根德尔曼表示 我们将继续在加沙开展军事行动 直至彻底摧毁哈马斯在加沙的势力 媒体分析称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逮捕令 也令正在中东调停的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尴尬 沙利文此行的目的是推动沙特与以色列达成和解协议 消除美以在国际社会中的压力 欢迎二杯 首先请教魏先生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发出逮捕令 那这也是美国西方盟国领导人第一次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威胁 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认为呢 首先是反映了这个人心的向背 因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确实导致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和很多巴勒斯坦民众的这个伤亡 那么国际刑事法院之所以向以色列的总理和国防部长发出逮捕令 而且呢给出的说法是和战争最相关 那么这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批评 当然了它也会产生一系列的这种后续的影响 比如说针对以色列的外交 甚至包括它国内的这个政治层面 也会产生比较大的冲击 甚至我们还注意到 美国的它的西方盟友体系 也是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和分歧 你像法国和比利时对于国际刑事法院 对于以色列总理和这个国防部长所发出的逮捕令 它是持这个支持的态度 这也说明啊 整个的这个西方世界 它并不是铁板一块 即使说美国在一定的程度上 会表明支持以色列的这个立场 但是呢也会有更多的盟友 和美国和以色列渐行渐远 那么面对逮捕的威胁 美以是做出了强烈的反对 您如何看待美国和以色列这方面的表态呢 美国呢其实在此前就表达反对意见 不断地进行阻止 而现在呢更是有一些恼羞成怒的意味 而说到美国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的关系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当美国发出威胁的时候 某种程度这种威胁是可能会成为现实的 是可能针对个人 以及这样的一个机构来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我们记得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当时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博尔顿 就直接针对国际刑事法院发出过具体的威胁 那个时候美国不满的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国际刑事法院针对美国在阿富汗虐求的行动 针对美军的暴行 是明确是反对的态度 批评美军的行动 那么另外一方面 巴勒斯坦在国际刑事法院 向以色列方面提起诉讼 针对的是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人道主义危机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说 认为这对于美国和美国盟友的形象造成了影响 所以当时博尔顿明确地说 要对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工作人员 包括法官来进行制裁 包括现在美国方面仍然在对法院进行施压 从法院的反应来说 认为如果这么做 会造成更多的不公平 会造成所谓的有罪不法 魏贤人我们刚才说到 就是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 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发出逮捕令这样一个事 我们看到此前有美国议员 将会立即采取对国际刑事法院 进行相应的报复措施 那么根据您的分析和观察 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手段 国际刑事法院主要是想通过这种 强烈的施压方式 迫使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放弃他的军事行动 或者说开启这种对话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从以色列目前的表态来看 他依然是非常的强硬 那么由于美国和以色列存在 比较深入的盟友关系 那么如果说美国针对 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人员 包括检察官 采取了这种单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制裁的行为 会让更多的对于以色列 在加沙地带军事行动 持批评意见的这些西方的盟友和美国 那么最起码是在中东政策上 或者说在以色列的问题上 要保持更大的距离 那我们看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 媒称目前美国想促成 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这种关系正常化 那么根据苏女士您的分析 这个概率有多大 那另外会对地区局势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从本轮巴以冲突升级 我们就会看到 美国整体的中东战略布局 没有发生变化 美国现在比较担心的是 巴以冲突的激烈化 会造成美国的布局受到影响 所以希望进一步的巩固 和推进这个目标 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实现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缓和 以色列和沙特要实现关系正常化 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近一时期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对于以色列和沙特进行了访问 在这个过程当中 提出了三重目标 第一是要落实两国方案 巴勒斯坦建国 第二个是两国之间 实现关系正常化 而第三是美国和沙特之间 要签署军事条约 那么这三个目标 其实我们会看到 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甚至有的是实招 有的明显是虚招 比如说当美国谈两国方案的时候 很显然是对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安抚 以这样的一种口头承诺保证 来使沙特方面 对以色列的态度有所软化 进而能够推进两个国家之间走近 而美国希望和沙特之间 签署军事条约 在这种安全保证方面 也是美国希望 能够保证两国关系稳定 不要因为此次的巴以冲突升级 造成美国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震荡 所以这个时候 从美国的落势来看 是有很强的目的性 但是到底能不能够达到目标 甚至有的描述说 美方的这几重目标 多是一种空想 其实某种程度反映出现实 我们会看到 涉及到两国方案 很明显 当美国不断地重复 这个目标的时候 实际行动是阻挠巴勒斯坦入联 是在进行两国方案的 这种损害的行动 而另外一方面涉及到 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正常化 尽管美国不断地推动 但是现在以色列方面 好像在这种动力意愿方面 是不足的 那么说到美国对沙特提供安全保障 如果要签署军事条约的话 按照美国国内的程序 是需要在参议院 三分之二多数进行通过的 如果不能够通过 是不能够达到条约的效率的 所以现在能不能得到 足够的票数 也是未知数 所以可以看到美国现在的中东战略的布局 其中美国有很多清晰的发力点 但是很显然力不从心 而在急于抽身的过程当中 进退失去 近日美国再次进行亚林界核试验 这是拜登政府进行的第三次亚林界核试验 来看短片 据俄罗斯卫星社21号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20号表示 俄罗斯呼吁美国继续遵守自己在禁止 核试验领域承担的义务 放弃破坏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路线 赶快采取措施批准这项条约 报道称 美国国家核安全局此前宣布 美国再次进行了亚林界核试验 这是美国进行的第三十四次亚林界核试验 美国国家核安全局称 此举未违反暂停核试验的规定 符合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 另据朝中社20号报道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天发表谈话称 美国近日进行亚林界核试验 对于主要核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 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是万分危险的行径 为了应对美国单方面行为 带来的地区及全球范围战略不稳定性 朝方将考虑在主权权力 和可能的选项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 提升全盘核遏制态势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不会容许在朝鲜半岛地区 出现战略失衡和安保空白 将以强有力遏制行动 应对不断加强的美国核威胁 彻底维护国家安全和权益 此外 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日前采用新版自主导航系统 在朝鲜东部海域试射战术弹道导弹 报道称 此次试射旨在推动武器系统技术 快速发展 朝鲜自主导航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通过试射得到了验证 朝中社还特别提到 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下达的2025年军火生产目标完成后 朝鲜的核武力建设将发生重大变化 战略地位将突飞猛进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危险呢 从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这个亚林界核实验 和真正的这个核实验爆炸 它有什么样的本质的区别 那另外美国一直在坚持这个亚林界核实验 想要达到几重目的呢 亚林界核实验 我们通俗点说 就是差一点就发生了这个核爆 它是在核爆的门槛的前面 这个止步不前了 因为你要迈过去 那就是真正产生了这个核爆 那么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亚林界核实验 主要是进行怎样的一个操作呢 首先呢 它是要有一定当量的这个爆炸物 然后呢 利用引爆它之后所产生的冲击波 或者说这种高温高热的这样一个效应 去作用武器级别的布和这个农索油 然后呢 观察记录它的化学状态和物理状态 美国进行亚林界的核实验 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 就是炫耀它的这个核武器 包括呢 它针对这种核实验 进行这样的一个验证 或者说进行亚林界核实验的这个能力 也就是变相的这个挥舞核大棒 第二个这个目的呢 是要对它现役的这种核弹头 包括其他的这个核武器进行检验 因为你检验这个核武器 核弹头的这个状态 是否能够进行引爆 不可能进行直接的核实验 这个威力太大了 想要进行这种直接的这个核实验 也会面临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这个难题 所以它进行亚林界的核实验 针对它现役的核武器 是否能够进行引爆 它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进行一定程度的论证 第三个目的呢 就是现在美国的核武库 要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 不仅枪要换 弹也要换 那么枪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它的发射平台 指的是它的投射的 这样的一些手段 那么美国的核武器 是三维一体的 有战略轰炸机 有战略核潜艇 还有陆基在发射井当中的 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现在呢 都要进行更新换弹 那么在轰炸机方面 后续呢 要批量的列装B21 那么陆基的这个核武器 要把民兵三全部的淘汰掉 要打造新一代的 陆基发射的 这个洲际弹道导弹 那么海基呢 要更换它的平台 要把俄亥俄级 逐步的淘汰掉 然后呢 换装成这个哥伦比亚级 那么除了这些核载具 包括核投射的这个手段 核弹头本身 也要进行这个新的这个技术研发 所以在亚林界核试验的过程当中 不排除美国 要对于它新式的这种核弹头 或者是核武器进行验证 或者说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论证 所以现在对于美国而言 它还是要通过核力量的 这种数量的优势 包括所谓的这个质量优势 那么去支撑它的霸权体系 尤其是军事霸权体系 那我们注意到 美国再次进行亚林界核试验 这次朝鲜的反应 为什么如此强烈 那另外它会对半岛局势 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美国一面说要建设无核世界 但另外一面又在进行试验 哪怕是没有漫过门槛的试验 但是很显然 在核力量发展方面 美国现在正在进一步的实现突破 这是朝方看到的一种自相矛盾 刚才魏老师也解释了 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实验 有多重目标 但是核心的目标 是美国的核武器 要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配合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盟友 在这种核保护方面的不断的推进 从朝鲜的观察来说 未来会有可能有更多的 美国的大杀器出现在朝鲜半岛 包括美国的核共享 有可能进一步的推进 如果战术核武器 部署到朝鲜半岛 那么对于朝方来说 是直接的威慑 会使朝鲜半岛的局势出现动荡 对于朝鲜半岛 未来局势的失控 是带来了更多的刺激因素 未来我们看到有分析指出 朝鲜这次自主导航系统 是采用了地形匹配制导 和末端景象制导 那么这种制导方式 和朝鲜以往的这种制导方式 有着什么样的区别 优势又在哪里呢 朝鲜现在是要利用新技术 强化它远射程巡航导弹的 突防能力 抗干扰能力 和目标的精准选择能力 因为采用了地形的匹配系统 它可以在山区 在复杂的起伏的地形当中 进行低空突防 对方的搜索雷达想要发现它 对方的防空和反导系统 想要拦截它 这个难度就会进一步的增加 除此之外呢 采用这种末端的 这种景象的 这样的一个比对的系统 可以让它在众多的目标当中 选择最重要的一个 进行精准的火力攻击 当然了制导手段越多 它的抗干扰能力就越强 这就意味着 朝鲜可以利用先进的导弹系统 针对驻韩美军的高价值目标 进行有针对性的 这样的一个制衡 比如说弹道导弹 或者是巡航导弹 可以进行图像的比对 它就可以在一个 水面的作战体系当中 识别出哪一个是 宙斯顿驱逐舰 哪一个是核动力航母 那么如果是针对航母 进行打击 那么这种导弹系统 就会打得更准确一些 这就说明 在导弹的技术层面 朝鲜一直是在做加法 要利用手中的撒手锏 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 这种军事威慑和挑衅 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 俄乌冲突 英国芬兰将签署 战略伙伴关系协议 英国国防大臣宣称 要试图拖垮俄罗斯 具体情况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据俄新社21号报道 俄方官员在接受 俄罗斯第一频道采访时称 俄军已控制乌克兰 哈尔科夫州乌尔昌斯克市北部地区 综合俄新社等多家媒体此前报道 俄罗斯军方连日来 在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发起攻势 俄国防部日前通报说 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 十多个居民点 乌军方日前表示 俄军不断尝试突破乌方防御 乌军正在集中力量 阻止俄军向纵身推进 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 再次敦促西方国家 加快交付军援 以提升哈尔科夫地区的防御能力 随后 当地时间21号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访问 贝尔伯克表示 德国已发起一项全球倡议 并筹集到近10亿欧元 用于为乌防空部队提供额外支持 甚至又提供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英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布斯 敦促乌克兰的盟国做好准备 他表示 如果反俄联盟中的所有盟国 都在未来6年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就能拖垮俄罗斯经济 此外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近日刊发题为 俄罗斯的新型海军护卫舰 可能成为北约的高超音速噩梦的文章 文中将22350型护卫舰 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 称之为浮动导弹卡车 22350型护卫舰 配备了口径和搞马脑巡航导弹 此外 还配备了32个堡垒垂直发射系统单元 可发射9M96和更新版本的防空导弹 22350型护卫舰 还参与了 高时高超音速导弹的测试 并成为首批装备该武器的舰艇 另据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近日报道称 英国国防部打造的第六代战斗机 由被夷系统公司牵头进行 预计到2025年 英国政府将在该项目的初始阶段 投入20亿英镑 约合183亿元人民币 报道称 暴风项目预计将是模块化的 这样飞机将很容易升级 可以适应不同的任务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从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美媒声称 为什么把22350型护卫舰 称之为北约高超音速的噩梦 另外这型护卫舰 它有怎样的特点 罗志神盾也就是 22350型护卫舰 确实给北约成员国 带来了高超音速的噩梦 因为这款护卫舰 别看它的排飞量 只有4000吨左右 但是它的各项的作战能力 非常的均衡 因为它配备有相共振雷达 还有两套通用的导弹垂直发射体系 那么第一套就是3S14 它可以装备和发射 口径系列的对地攻击旋航导弹 和搞马脑 这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现在还可以装告石 那么这就意味着 一艘22350型的护卫舰 它可以使用十几枚的 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针对对手一个强大的航母编队 进行远程的超音速火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 那可能10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 也会很受伤 除此之外 这种4000多吨级别的护卫舰 它的防空能力 反导能力 包括反潜能力 也是很齐全的 因为它还有堡垒的吹发系统 可以发射中远程的防空导弹 为本舰或者是编队 包括未来的俄罗斯的航母编队 能够撑起比较大 比较完善的防空和反导的保护伞 搭载的舰载直升机 也可以配合战舰 执行联合的反潜作战任务 所以在4000吨级别的护卫舰上 集成了如此多的功能 尤其是后续为它 配备告石高超音速导弹 那么这是俄罗斯海军 发展的一个新思路 就是以小博大 以这种通用型的 多功能型的护卫舰 去对抗 去抗衡 去制衡 北约庞大的海上作战体系 那面对当前在哈尔科夫方向 乌克兰的不略局面 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紧急向西方喊话 要求提供军援 并且来支持他的防空系统 那紧随其后呢 德国外长就访问了基辅 并称呢已经筹集了近10亿欧元 来支持乌克兰的防空部队 而且还提供了一套 爱国者防空系统 那您觉得这套系统 可以解决乌克兰当前的 燃眉之急吗 我们都知道一套防空系统 是不可能保证 乌方的全面的安全 只能保证某个重要目标 在受到打击的时候 有相对的应对能力 而另外呢 从现在德国关注 防空系统的行动本身 显示出的是德国 以及其他更多的北约国家 实际对于俄乌冲突 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此前大家可能会注意到 在德国内部是在原物的问题上 有不同的声音 外长贝尔伯克比总理舒尔茨 其实是更积极的 是在谈到要向乌克兰 提供更先进的武器装备 甚至包括金牛座 但是呢 这一次访问的时候 只提到了防空系统 显然呢 德国并不是不知道 这一时期战场形势发生变化 尤其是俄军 针对哈尔科夫 发动攻势的时候 是因为此前 乌克兰军队 针对俄罗斯境内目标 尤其是边境地区 发动打击 对俄军构成了牵制 那这个时候呢 乌克兰希望 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 尤其是远程打击能力 也希望获得的是 能够用这些远程打击能力 对俄境内纵深目标 进行打击的许可 但是这个时候呢 德国揣着明白装糊涂 只是强调呢 要对乌克兰方面 进行这种防空系统的提供 甚至呢 要以众筹的方式 来分担德国的成本 这样那种做法本身 很显然 有政治战略方面的目标 那同时呢 也是减少自身的风险 从德国现在的反应来看 从整个北约的反应来看 把乌克兰作为对俄 进行消耗的前沿 仍然是既定目标 而不希望改变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呢 北约要通过乌克兰 来对俄罗斯进行 进一步的打击和消耗 而并非呢 自己呢 身先士卒的来为乌克兰出头 甚至被卷入战火当中 危险人的毫无疑问啊 乌克兰现在在这个 哈尔科夫方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 俄军在这个哈尔科夫发动攻势 想要达到怎样的战略目的呢 俄方集结优势兵力 强攻哈尔科夫 他在战术层面 就像刚才苏老师提到的 是想构建这个安全区 防止乌军针对俄罗斯的这个本土 进行更多的这个袭绕 但是呢 在战略层面 他是想达到一种 牵着对方鼻子走的 这样的一个目的 因为对于泽连斯基 包括乌克兰现在的政府而言 哈尔科夫是绝对不可能失守的 因为他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非常的重要 那么俄军就会利用 这种强攻的方式 去吸引更多的乌军的 有经验的作战部队 甚至包括他所谓的王牌部队 针对哈尔科夫进行支援 所以俄军真正主攻的方向 不一定是哈尔科夫 但是呢 他会采取围点打员的方式 尽可能的消耗掉 乌军一线作战部队当中的 这个精锐力量 然后为其他方向上的进攻 或者是主攻 营造出更有力的 这样的一个作战的态势 那么当然也是要打一个时间差 为什么急于针对哈尔科夫 去发动攻势 因为现在乌克兰已经启动了 新一轮的征兵计划 他要培训15万的新兵 但是呢 培训的周期比较长 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 让他们上一线 去和俄军进行正面的较量 所以在乌军的这些补充兵力 没有完成训练之前 没有办法针对一线的 作战部队进行增援之前 俄军想要控制自身的 这样的一个控制区域 那么打出更多的突出步 这样的话呢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 他就可以掌握更多的 主动权和主导权 那另外最近英国的 国防大臣沙普斯呢 宣称要让这个乌克兰的盟友 做好准备 用六年的时间来 这个拓垮俄罗斯的经济 那我们看到这个 英国作为这个反俄的急前锋 他有几重目的呢 其实从英国国防大臣的 表态当中 我们可以读出几方面的目标 首先呢 从英国的视角来看 当前俄乌冲突 战场形势在发生变化 但显然这种变化 是不利于乌军的 所以希望呢 西方国家更多的 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准备呢 长期对俄消耗的这种投入 那么同时我们看到 英国也观察到 俄罗斯近期的调整 认为俄罗斯的经济 确实进入了战时经济的状态 从短期来看 这种战时经济 一方面可以支撑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作战行动 而另外一方面呢 某种程度 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 也在就业等方面 有刺激作用 但是呢 英国认为 战时经济是不可持续的 对于西方 所谓压垮俄罗斯来说 是有机会的 那么另外呢 英国也比较焦虑的是 西方世界内部 可能会出现变化 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 那么在大选年 通过对乌克兰的相关军援 此前我们已经观察到 巨大的波折 最终呢 才涉嫌通过了 对外援助法案 所以强调 拖垮俄罗斯的目标 也是希望美国 在当前军事战略方面 有更多的一致性 和延续性 俄乌冲突 已持续超过两年 由此引发的地缘危机 经贸冲击和人道灾难 不断加剧 历史反复证明 任何冲突 最终只能通过谈判解决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